近日一名男子因从Silver Lake的Target 偷走价值超过3万1千元的商品被捕 该男子名为Brandon Krauser 34岁1月31日下午5点20分左右 在North Dillon Street 68号路段的Target Krauser拿走了包括洗发水在内的价值超过700元的商品 在无付款的情况下离开商店 警方赶到现场 并在停车场将它拦截被盗物品均被追回 经调查7个月前 Krauser曾在同一间店内 偷走了价值约3万1千872元的商品 目前Krauser因倒涉罪被捕 保释金为3万5千5百元 天下卫士记者编辑报道